家里冰箱冷冻室结冰 看一下这么严重 抽屉都拉不出来了 我教大家一个彻底解决的好方法 处理完以后就不会再结冰了 建议大家先收藏一下本视频 不然等你以后想看的时候就找不到了 客户自己呢 把这个冰已经处理干净了 刚处理完一天 看一下又开始结冰了就 如果再过个两三天之后 这个抽屉的冰太多以后 这个抽屉根本就拉不出来了 像这种情况呢 分为三种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首先先检查一下冰箱上面冷藏室 看一下客户有没有把它给调到最高档 如果调到最高档的时候 实现长了以后 这个冰箱肯定要结冰的 一般正常一年四季 给它调到四就可以了 第二种情况的检查方法 就是我们拉一下冷冻室这个门 看一下它的吸力大不大 看这一台 轻轻的一拉这个门就开了 像这种情况 一般的都是这个密封条的问题 这个密封条它的磁性 边小了边弱了 不能更好的吸在这个门框的上面 它不能更好的吸到上面去之后 这个周围一圈 它就会密封性不好 密封性不好以后啊 它就会进到冷冻室空气 空气一遇冷的情况 它就会结冰 还有一种情况啊 就是比较少见一点 就是检查一下 这个冷冻室周围这一圈 看看有没有腐蚀 有的一些啊 就是出现生锈腐蚀了 腐蚀以后呢 这个面就不平整了 不平整 它就不能更好的贴合在一起 所以说它也会出现结冰的这种情况 这台冰箱经过我检查以后 发现是这一局 看到没有 有这么长的距离 大概有20公分 这个距离 密封条呢 是密封不严实 看一下 这儿列这种大的缝子是吧 再看一下下面这块 是没有问题的 密封的性能挺好 它问题呢 就是这儿 密封不严 像这种问题 如果是局部一小块 可以用吹风机给它加热 然后就可以修复好它 像这个太严重了 是吧 这么多 然后这个缝隙也比较大 看一下 我在里边放了个手机 然后看一下这个缝隙 看一下有多大 是吧 太大了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密封条 给它摘下来 摘下来 给它处理一下 我们烧点热水 然后把这个密封条 给它烫一下 烫完以后 这个密封条 它就会磁性稍微变大一点 烫完以后 用毛巾给它擦干净 然后呢 再用吹风机 给它吹干 把密封条装好以后 测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吸力怎么样 还是不行的 看上这一排流 直接又开了 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再用吹风机 给它加下热 要一个手推住 然后另外一个手 给它加热 吹完以后 再来测试一下 看这个吸力怎么样 看这个吸力非常大 听着声音 有吸和吞声音是吧 这样密封起来 就严实了 然后呢 再检查一下周围 如果有缝隙的地方 都要用吹风机 给它加下热 现在周围一切 都挺正常的 没问题了 最后呢 把这个冰箱 上面这个冰 给它处理干净 这个冰箱就修好了